星期四好義氣,今天繼續有Hugo和炮仔 又和大家見面,很少可見你今天桌上很多碟 今天是新還是舊? 新還是舊? 新的聖誕,十二月都未到你新的聖誕 對,新的聖誕已經是整個月的聖誕 或者不停的梳小小小小的 Matrix,終於二和三 一次過出三 終於齊章,三集 這是第一集,新的兩集 齊章,三集,其次是Wild,經典中的經典 我完全猜不到超人1976 這麼久? 70年代超人竟然會出4K 基斯杜化利夫第一代彩色超人 沒錯,彩底褲超人 對,出4K,顏色也算不錯 其次是聲音,稍後我會說聲音 最驚喜的是聲音 Ammos Gibson,Mel Gibson的經典之作 應該是1995年 這個Copy我想都等了很久 因為之前派拉蒙姐說尾版出了4K 半年前,人們在想中字版什麼時候出呢 港版竟然覺得像太太 Christmas 我們之前出了 這麼多片 之後就依歷看電影 今個星期在霸王之中 終於抽空時間 不是郭倫達 還沒看過那套 我買了飛體的 我看了那套是大君主之役 那套穿了筷子 其實有喪屍加德軍元素 待會再說一下 我覺得那套像愛情片 還有什麼呢 沒錯 上星期跟大家說 我推特哥林大華德 星期六看 共甲說什麼呢 就是這幾天大家都很出名 Pokemon Detective Detectives 還有Toy Story 第四集 今次玩DIY原路 真的不知道 這兩個Trainer 我都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先下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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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菜 碟就給我看看 其實久等多時 終於出了第二、第三集 第一集已經說了 多久之前 整個半年前 當初出碟時 師兄已經問了 究竟第二、第三集是幾月出呢 當時又提及到十月尾 即差不多 香港版 香港版 沒錯 香港版 就趕得切在 聖誕節 十月中 三月尾 前出 都很棒 先說一下配置 其實這一集 第二和第三集 基本上是追蹤第一集的配置 有道比Fission 畫面方面 聲音方面 有道比Emmos 畫面方面 如果你不能走到 道比Fission 可以回到HDR 10 其實畫面 我想說用這個字 也挺震撼的 真是震撼 為甚麼呢 因為話說 第二 如果相對來說 畫面我會說第三集 可能先描述了一點 為甚麼畫面我會描述第三集 因為話說Matrix 去到第三集 其實音質比較暗 很多時候 即使是在現實世界 或者是在網絡世界 類似 基本上已經是去到默綠色 或者是很大 很沉的色 深色系 深色系 但是說真的 去到4K年代 我記得最深刻的畫面 第幾個 chapter 我想去到35上的 chapter 說到Nio 即是奇多利維斯 以及女主角 Trinity 一起去到MegaCity 那個機械城市 去找一個Source 其實你看到 本來那個山頭 有時候烏登黑火 只看到一些電跌 一堆山 但是去到4K這個年代 它在黑位的位置 即是MASTER之後 它全都出來了 我最深刻的 如果你有印象 我記得有一張畫面 就說它不知哪隻船 衝上去的隕層位置 要避開他們的跌攻擊 我有印象 你會看到反派的機械 即是機械 那隻母艦 那個船身 你會想像到 類似海鮮 即是那些蝦殼 那些蝦殼 那些蝦殼的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 Blu-ray的碟子和4K的碟子 都看到的分別 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想說 我覺得這次 除了畫面的價錢 即是4K VVision HDR-10 那些價錢之外 其實它做過MASTER 其實都很明顯 特別我記得 有一幕人說 第三集 即是Nio和Ajo Smith 對打 以前我們無論是DUD的版本 或者是Blu-ray的版本 你會看到那一部分 其實是深綠色的 默綠色的 對 那些顏色很實實 對 對 沒錯 但到了4K這個年 即是新的MASTER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突然間 會撿回WB是正常色分 即是鮮一點 即是變回是白色 白色為主 可能懷疑 有時候是 你可以有新的解讀 就是因為那個MOMENT 它們已經超脫了MATRIX 又被你繞到 那個宇宙觀 即是它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 大家可以互片 所以在畫風方面 這個MASTER是再撿過 即是連Blu-ray版本 你都會看到 會跟舊版本的明顯出入 但說真的 因為4K版本 因為它有Dubb Vision 或者HDR-10的格式 會再加持 變成立體感 和層次會再強一點 或者其次要說聲音 聲音 說了第二集 不是 這是第三集 這是第三集 第二集有沒有聲音說 其實 沒有聲音說 沒錯 說了第二集也好 其實想說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說火爆位 特別是槍槍炮炮 那些 格鬥那些元素 其實第二集就比較豐富 我覺得其實最驚訝 算是 甚至連那個名字 即是Logo出發之後 有段動畫 即是數字會離開 其實那一部分 我已經覺得很震撼 因為我印象中以前 走的數字位 當時聲音可能會偏向前面 然後後面也會偏向後面 但現在你去到Atmos這個版本之後 你看到前面和後面的喇叭 它開始有一個 即是握手位 那些數字聲 那些數字 那些數字101010 對 沒錯 它的握手位是會強烈 即是特別 有一個 我印象是拍攝著中面 那顆齒鈴 它這樣轉動的時候 你感覺到是前後的 即是空間 動態感是很足夠的 那個Shift會強了 這樣 中後段 中後段 然後中間有一段 我記得有一個位置是在兩架貨櫃車中間過 即是你聽到貨櫃車的量感 中間的聲音 它是 因為第一次 可能以前設定有沒有現在那麼好 聽到貨櫃會有些抖動 你明白嗎 有些質感 有些震 它真的出來了 有時候說 這個系列 有時候差不多是華立 如果是舊片翻出之中 有時候聲音和話來說是做到最足的一次 嗯 就是粉絲必入 粉絲必入 還有我覺得會 highlight少少花絲 除了有獨立的花絲碟印中的BD-25 其實它正片中有一個花絲叫做 In Movie Experiment 說的是華立 當年HD DVD年代最經典的一個功能就是 它其實叫做畫中畫花絲 即是你按了功能之後 它會去到某個特別的位置 它會發出畫中畫畫面 這麼搞笑 然後會有那段訪問播放 這樣就會有字幕 很棒 那我又看過電影 話說當它開啟了In Movie Experiment 那個功能之外 它的花絲發出來的時候 那條Track會跟隨細畫面 噢 即是跟回花絲 噢 變成了看Documentary 大家都去看 我覺得會很棒 因為一個互動的感覺上會比較強 我覺得都是華立的其中一個特色 我很慶幸它保留在4K版本裡面 我覺得都很棒 Fans 如果是Major Fans 終於不用等那麼久 一次的三集都可以買完 然後終於齊張 沒錯 然後輕輕鬆鬆說一下 輕輕鬆鬆說一下 先看看舊片 最舊還是沒有那麼舊 我覺得是沒有那麼舊 Gibson 先走 Gibson 這個版本 它是Fox 版本 其實這套版本有一個很奇怪的 類似像鐵達利的年代 因為這套片同一時間是由Fox 和帕拉蒙聯合製作 美國地區會在帕拉蒙那邊發學 美國以外的地區 差不多是Gobo 就是Fox 發紅 其實帕拉蒙 就是美國那邊 差不多半年前已經出了4K 那時候有人問中字版 什麼時候有 現在終於有一個中字版出現 這個是台灣中字還是 我看回這個規格 應該是台語和廣東話 就是有Kantanese和Mangarin 兩種 我覺得有一個tricky 或者很棒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偷了帕拉蒙的歌 因為帕拉蒙很多時候 舊片或者epic的舊片 它會有Anmos 依次Fox 為什麼呢 因為倒過來來說 Fox一般來說 舊片 很多時候會保留DTS HDM的那一套 但是這次破例 或者看一看packing 破例會有Anmos 這條Track會有Anmos 有時候可能因為他們和帕拉蒙 共同一個Masker 所以可以把那條Track移植 難道是堅硬再弄那條Track嗎 所以將它移植下去 我覺得聲畫方面也算不錯 畫方面或者輕輕說 畫方面 因為Fox有HDR10這個格式 雖然說不是最頂級的規格 但舊片來說也算實際 算是這樣的 而且它是非能拍的 當年火粒感也在 但你見到色域和立體感也強了 聲音來說 我覺得以Gibson一套 差不多九五年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二十三年前的電影來說 我覺得都很穩陣 大場面的動態都算 定位都可以 但你不可以跟新片看齊 但是情義結會是 對 如果你有看米露吉遜 或者你喜歡他的電影 其實有些大家都要看 不過背後再插一些曲子 我和Hugo都沒有什麼 第一次看 我很少看Mike Gibson的電影 你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的原因是 我覺得是 他 怎樣也好呢 他個人風格太強 有時候他的形象不太適合 做一些很誇張的角色 但是 你不得不承認他做導演 譬如秀蘭曲 那些聲音是很足夠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粉絲的 進入他這套之外 都可以看他執導的電影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這套片當年是自導自演的 我印象差不多是他第一批自導自演的電影 這套東西 如果是Gibson的粉絲 特別是轟天炮 那系列的粉絲 那些粉絲 這套東西就不要走雞 我算是他在幕前最頂峰之中 之後他退居幕後 話說是說轟天炮 我為何會說呢 因為我會聽這套東西 蛤?為何會這樣說 我都不知道 因為話說70年代的超人導演 如果沒有記錯他的名字 Richard Donald 就是 沒錯 Richard Donald 其實他70年代出名 是炮的超人 去到80年代的轟天炮 也是Richard Donald 即是第一集的轟天炮 整集的轟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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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電影來說 也是一個年代的象徵 我先拉回去這套超人 其實這套我都很驚訝 因為 你說聲音嗎? 剛剛說聲音 聲音也是很驚訝 但我相信他會出4K 其實是一種挑戰 七幾年的電影出4K 對上一華納 真的算是九套片 好像是九十年代 那套什麼 刀翼有道 我還說剛剛 馬上刀翼有道 噢 所以當年來說 它在一年多前發出4K 我覺得他是挑戰 因為有時候要控制火粒 要把霧帶上升 這集已經去到70年代 嘩 我覺得一跳跳了30幾40年 三十幾年 其實算是壯舉 其次看看SPEC,它是用到盡 有度比Atmos,加度比Vision 其實我剛才看過少許片段,其實這套 話來講,我覺得會有少許是 因為它是圓的,你想看Blu-ray版 有些位置都有些像仙鏡的感覺,有少許霧氣 其實它的位置是很假的 看這類型的電影,我想問,穿崩位或是假的位置 是不是很明顯,你會用4K提示 這類型的舊電影是這樣的 我覺得它在Blu-ray的年代,已經是輕微霧化了 即是好像仙鏡的,後期有些位置都很仙鏡 變成特效效果又不會穿太 因為背景你一定會看到,是兩層Layer 其次你會感覺到色域更闊 例如它是藍色,大藍色,大紅色 還有臉的立體感也強了 但聲音來說,我覺得真的厲害 舊片來說算是最重口味的一個Marsha 怎樣用重口味呢? 因為你知道它的片頭有一首很厲害的 Can you read my mind? 不是,那個主題曲 Superman的主題曲 那個編曲其實是厲害的,John Williams 如果你認識他的話 沒什麼可能不認識 《色球大戰》、《大白沙》、《最寶奇兵》、《哈利波特》 我說不太多了,差不多是聽過小朋友聽過所有曲 都是John Williams 的出版 Superman 也不例外 我覺得為何說是這套東西 Atmos Mastering 重口味呢? 因為你一陣中的開波有些像飛出來的 然後播放一首映像飛出來的 因為它在Marsha 過後的連接感是強了 你記得有一次衝過來 好像比較出色 我明白,這樣也很誇張 那不是只是聲音,是視頻上也做得很足夠 視頻上,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它的色埋闊了,人物的立體感強了 還有我記得有些尷尬的位置 我記得有時說是片場很細微的演員互動 有一個位置是Christopher Lee 去見Louis Lin第一次用超人的衣服 哦,雙份去見他 你見到他很刻意去遮蓋他們的衣服 他的手勢是很噁心的 這一段我覺得會是在4K年代 你見到那些眉頭顏顏 遠鏡中距離鏡頭 你見到那些表情是,嘩,替他慘 很突然,正如說是集體回憶 翻刀一下也很棒 集體回憶 還有我喜歡封面也很帥 也是,超人的封面也很經典的顏色 很帥 沒錯,似乎你繼續說的 我沒有看那套大君主之影 坊間他會形容他一套叫做經歷恐怖喪屍片 但我覺得其實在我角度用了一百十分鐘 在我眼中其實這套片是像愛情片多的 因為我聽師兄說 讚他都是他的節奏夠快 不會用拖泥帶水,不會說每次都是劈喪屍 大家讚這個位置 但其他我真的沒有聽過 明白,但為什麼我會說用愛情片去說 沒有人會用這個提示去說 因為這個原因是可以解釋 話說其實主角是印尊衝在美軍上 但有些美軍 有些習派軍 我想他一定不是精兵來的 因為類似是信號兵的東西 然後他說要去法國一些德國鐵大廈郵輪的法國 明白 德佔法國 那就要去摧毀通訊塔 就是通訊的干擾塔 因為話說這件事發生在洛曼帝登陸 即是說是雷霆救兵的事件之前 他們只要說是摧毀通訊的干擾塔 那幫盟軍就可以成功搶塌 可以解救歐洲 整件事其實開頭的十分鐘 很偉大的 開頭的十分鐘很偉大的 即是說他們要說 我想說一件事 開波他們空降那一段 我想真是經典 可以比美雷霆救兵那種慘烈 因為我記得一個鏡頭就是拍攝他們在 基本上是說他們不斷有些稀釋氣的 大概兩三分鐘 因為之後你會看到他們飛到膠戰的空域 雖然說你的故事說在艙裏面 你聽到艙裏面有些迫擊炮 那些砲火基本上心都來一來 然後有一個位置就是被迫擊炮打穿他們的彈 但是打穿機艙 你完全是心都來一來 有一個正的位置就是 有一個位置是好處 因為他們沒有那些主角 全部都是一些名不經傳的新演員 你不會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這個演員會不會有主角光環 可能沒有這個概念 變成了上一秒那個人 那個人可能是英雄人物來的 那個領導人是有光環 但是下一秒可能已經變成粉身水骨 變成一匹虎 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可以複製的 還有我記得一個男主角 後來我記得一個男主角 然後他跳鋼傘那一部分我覺得是厲害的 因為他差不多是一個Long Take來的 因為是CG去補的 看到他跳鋼傘那一部分 你看到那些槍林彈雨那種感覺都挺震撼的 你先說回故事,為什麼是愛情呢? 沒錯,愛情是怎樣的愛情呢? 話說是剛才我說的那一部分 只不過是開頭的大約十五分鐘,十分鐘內 然後轉到直到他越了一個女主角 或者是女配角,我不是很清楚 我想是女配角的 然後他們整件事就開始有些改變了 話說她是女主角 是被捉了那些朋友 初初我很好奇為什麼一個美女 一個法國美女會在一個德國 一個這樣的地方會生存到 原來轉到她是類似要賣身給一個德軍的頭目 都是那些條 這樣就補她全家性命 補她的命,還要補她的弟弟的命 但是轉到我記得是 那個美軍,即是男主角看過眼後 就出手去救美 這樣就出事了 除了要救女主角的弟弟之外 她還要想辦法潛入主題的實驗室 要救隊友 順便要摧毀了所謂的實驗室 那其實愛情是主線偉大 這部分只是輔助,順便拯救世界 我覺得會是拯救美人,順便拯救世界 所以我經常覺得這個劇本都蠻貼地 因為這個年代你還要拍《救國》的話 算了 我想大部份觀眾投入不了 但現在是要先救美人後救國的話 這件事是結束了 當然要看《救國》的話當然要看《紅海行動》 不過我又不看了 好了 如果喜歡有少少愛情元素 又喜歡看《喪屍》片 又喜歡《喪屍》片 又喜歡《喪屍》又有經歷 這套也不錯 我覺得是聲話,音效方面做得足 還有監製JJ Abel 又上個星期提供的位置 支持一下,我覺得很棒 接下來 你說的男主角是黑人嗎? 沒錯,黑人,謝謝 話說是黑人 話說黑人,其實在近年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基本上逢星期四好熱戲 有時都會說過 黑人的演員 其實無論在導演或者在荷里活的地位都越來越多 即是戲劇,無論在幕前或幕後都多 我看到其實有大趨勢 因為在迪士尼上的《星戰》系列 將主角由男變成女 膽正在,然後他會很積極去加入黑人演員 去做Hero character 這樣就會平衡白人的主角 其實是希望令到整個電影業更加會 好看一點,百花齊放多一點 估不到就是大家上個星期說到很熱烈的 比加超 Detective Pokemon Detective 那是今個禮拜初吧 是今個禮拜初的Pokemon Detective 也是找黑人演員做一個男主角 除了除了這一個亮點之外 其實亮點就放在比加超的配音上 我完全想像不到 Ryne Raynor 作配音 Ryne Raynor 作配音 其實看完之後 我跟Debiana先跟大家說 給Hugo看的Trailer 其實你會感覺到很賤紅 很賤紅 很賤紅 很Deadpool的感覺 反而你會覺得 他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把所有電玩動漫的故事倒模倒過來 比加超故事不說太多 總之這個Trailer就是 男主角的父親失裝 他父親是一個很出色的精靈訓練大師 他兒子遇到比加超之後 比加超就說 我和你一起去找你爸爸 那故事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 要說一下 為什麼這類型的故事 大家對他的期望會高 至少在這個時期望會高 是因為大家不會再看到 以往美國或者外國 再拍一些日本動畫的感覺 以前大家可能最出名看的那套是什麼呢 亦都是最失敗的那套是什麼呢 就是龍珠 法哥做威仙人那套 真的那套被人罵到七彩 因為他原本把故事倒進去 沒有任何改變 又找錯角色 都是什麼 多次說 硬硬把東方人的角色 變成一個西方人來做 是一個拜託 亂按塞進去 然後到近期 大家可能上幾個星期 聽過 看到那個Muppet 沒錯 Muppet 那套電影 其實也是 Muppet自己本身有故事 不過他硬奈出來 去了另一個故事之後 他用一些 可能你叫做不聞的故事包裝 那是下室出另一條血路 Fusion 對 總好過你自己去包裝 很多人說 我賭戶會不會回來 小致捉比加超 然後去遇到誰 再打四大天王 那些不需要再做 有時說是嘗試打破觀眾的預期 即是觀眾要的東西 未必有 但是觀眾沒有的東西 我們會給到你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 trailer 我想大家看得很開心 聽了一些配音 二來就是看一個故事 你會覺得 比加超終於不是小致捉帽 我覺得比加超會說話 我真的很驚訝 我從來以為他沒有腦 他不只是FigaFiga 他告訴你 我懂得改件 不過你聽不懂 OK 有個翻譯 對 翻譯 基本上他戴帽帽 也不會說戴小致捉帽 他也是因為DETECTIVE 所以他是戴帽 福爾摩斯帽 沒錯 你會對這套trailer的期望高 還有一個Size Story 告訴大家 其實這套trailer有中文版 有中文自動版 在台灣 暫定是18禁 嘩 所以 應該 突然入場意很大 立即大了 有什麼看 就是Ryan Raynault 又戰航的感覺 不18禁也很難 不難不18禁 難道是憑對白18禁 那些應該會是對白 不過anyway 因為明年大家應該要很期待 看哪一套電影 除了復仇者聯盟4 希望18禁的logo 不是Fanmate 我也希望 Turn out 好歹 希望大家下年多一套期望看 另一套就是 這套DIY版的 Trainline是公司的 放心 Trainline是公司的 講開就是 那時候看的 因為我訂閱了迪士尼的頻道 看一看新聞 咦 糟了 他的頻道 但推出了一套trailer 一開始有可能大家在看 有胡迪 巴斯光年 同一隊 同一隊 但突然間 這套trailer有兩個重點 我一陣子再跟大家說 第一就是 最多了那個 X的角色 X 就是那個 不是DIY 對 是 DIY的公仔 我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大家沒有想過 多了這些角色有甚麼意義 其實 在我角度來說 我用了一晚的時間 去反思之後 電腦看一晚的trailer 還給你玩 我用了一晚的反思 就發現可能是迪士尼 有時候覺得是怯疚 因為之前太多產品 太多廣告色 所以自己是時候要洗底 除了胡迪 還有主角要保持 可能加一些DIY 去平衡 因為之前連一隻 我都忘記了日系的公仔 全部進去 是呀 很誇張 我知道可以把他們的消量推到很高 我真的頂了 所以其實這個trailer位 就是這個特別位 就是多了這個DIY的手工仔 第二就是 其實有多兩個 第二個就是 我跟Hugo Behind the Scenes都說過 就是 其實這個故事 可能大家也會期望 可能會不會有些iPad 就是小朋友不玩 數碼年代的電子 電子賴墟 但它又沒有任何訊息 讓你看得到 不過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第三點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之前外國的新聞 其實有人猜過說 其實這個故事 可能會圍繞回胡迪他們 但是你看過 那堆堂堂轉的角色 有一個角色沒有了 你有沒有留意 呃 這個夢幻我想起 是胡迪的女朋友 你說寶貝 寶貝 寶貝印中 她是第三集開始 就結束了 但是大家就在想 其實寶貝 就是寶貝的人說 傳回蛇書說 會有寶貝在裡面 但是沒有了 Turnout 都希望會有這個故事 一個角色的分裏 令到故事豐富一點 但是說些什麼呢 Trayler 是沒有說的 基本上是大家猜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這套都很值得入場 一來不會 其實有些差異 第二集 那隻翠絲 翠絲出來之後 翠絲是叫做 是呀 紅色牛女 沒錯 出來之後 基本上我應該跟胡迪 應該跟寶貝有三個關係 應該跟寶貝有三個關係 應該不太複雜 小朋友電影 現在迪士尼 弱而複雜 Turnout 打算會有三個關係 Turnout 原來是 巴斯 巴斯 會想起 翠絲多一點 因為大家夠白氣 沒錯 胡迪突然缺了 變成單邊 我好奇 第四集的劇情 會不會是 找回寶貝 很重要 愛情線是一套片的主線 所以都很期待 這兩套 大家下年要看的電影 還有下個星期 我買了票 星期六看 葛林大華德 現在不說太多了 下個星期跟大家說一下 影評 究竟葛林大華德好不好看 不過請問你是不是爆牆 昨天話說我是去看大君主之役的時候 我買了票 我看過圖片 有時看到葛林大華德 原來是昨天晚上 即是周三晚上有優先場 但偏偏的戲院很多時 你不跟我說 我只是一個時刻才知道 但我當時在7時15分看到圖片 但在7時半已經開場 然後我記得是小丸 我忘記是三號丸、四號丸 我猜是頂盡200個位置 但賣剩下一個位置 圖片位置 我看過圖片位置 我看過圖片位置 沒有跟別人爭取圖片位置 我只是先看大君主之役 昨天我感覺到狀態 發現整間戲院的人 我想中數大部份 全部走去看葛林大華德 大君主之役是一號遠看電影 即是大遠 但入座率 我想可能只剩下20至30個人 應該看到葛林大華德 真的很有魅力 三個盈藍的魅力 下個星期跟大家分析一下盈藍 擔正做哈利波特電影會 下個星期有什麼碟呢 大家可以直接入手 你又適合我喜歡你 直接入手 下個星期四、五、六日 我們DS-2018 會有藍光的 會有得利 周立那兩個部分 應該都會 你會負責什麼? 好像聽聞你會負責一些東西 我會幫忙什麼 即日會聲音導航 其實人會出現 放心 人會出現回 看看到時會有什麼 我印象會除了4K 會有些筍物質 還有一些限量版的鐵盒 都會出現 我都很好奇到時會有什麼名字 到時第一手 大家留意我們的報道 我都會在現場 給大家野生捕獲 扔個精靈球 我都會 我想看你被人 為什麼被人扔 我都會被人扔 我想看你被人扔 好,那先給你 上個星期不消火 今次給你聽 今次開了一番 Facebook按搶先看 Youtube按鐘 我們會有好東西給你看 下星期會有好東西給你看 好,下星期再見 拜拜